由客委会部署的成功校园巡回演出计划 是有自剧团掌中剧 日前到国庆乡长流国校演出 希望透过以课语来演出掌中剧 让学童从互动中学习到母语 帮助客家文化以及语言的传承 就是我们的演出 就是到这个小社区小学校来表演 那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就是小朋友很少有机会 看到一种跟传统不一样形式的布袋戏 那我们的布袋戏就是有传统 然后也有现代的一个设计 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还有互动 那互动又是邀请他们上海来表演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然后我们推出的还是以在地 那其实就是说有关于台湾 以前这个在拓肯时期的一些传说故事 校长吕秋明 感谢戏偶子剧团的用心 除了编撰国性的故事来演出之外 也能够帮助学生认识故乡的文化及母语 我们常留国小是客家的学校 百分之七十都是客家的小朋友 那他今天这个戏团主要是 客委会补助用客语的方式来演出 那根据邱团长他刚刚跟我说明 他这个戏剧的这个剧本是一个他的朋友 根据国性乡的故事来描写的一个剧情 所以我想对小朋友来讲 他们对自己的家乡的文化应该多少会一点帮助 县议员许阿甘肯定客委会的用心 也希望县府文化局能够来帮助推广 结合南投县各方特色 来帮助学童学习自己的文化及特色 增进他们对于故乡的认同感 这个原住民的委员好 还是说那个合约的委员好 还是客的委员好 我们都希望说福音尽量 这个语言多元化 因为总是一个议员 早到政府去到桌上 透过这个沟通 感觉如果说同样的委员会觉得比较亲切 所以我们很坚定今天来在电邮国秀 来用客位演出报到那里 让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大家来看 他所得到的好课 希望他以后年一年都来办 副议长潘一泉感谢客委会的用心 也希望文化局及教育处都能够来推广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学童能够从快乐中 学习自我故乡的文化及语言 增加学童对于母语及文化的认同 记者陈伟一国姓采访报道